饭桌建人品这样吃饭的人多半不值得深交 饭桌建人品这样吃饭的人多半不值得深交 这一观点通过对饭桌礼仪的文化传承 社交意义以及人品评估的角度展开分析 通过深入挖掘饭桌行为的文化渊源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们如何通过 饭桌举止来传达个体价值观和道德品质 同时我们还将讨论这一观点在当代社会的适用性 以及在跨文化交往中可能出现的差异 饭桌礼仪的文化传承 饭桌礼仪在各个文化中都 有其独特的传承和演变历程 通过对不同文明中的用餐仪式 饭桌行为的比较 我们可以揭示出这些习惯是如何反应了 特定文化对个体道德和社交规范的重视 饭桌礼仪的社交意义 饭桌作为社交场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是交流情感的场所 也是展示个体素养和社交技巧的平台 通过深入研究餐桌上的交流方式 代客礼仪以及对食物的态度 我们可以揭示出饭桌行为 对社交关系建立和维护的重要性 饭桌建人品的现实适用性 分析饭桌建人品这一说法在当代社会的适用性 在现代社交网络的影响下 人们是否仍然以传统的饭桌行为来评估他人的品质 同时我们也将讨论这一观点 可能存在的偏见和局限性 跨文化交往中的饭桌礼仪差异 探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饭桌礼仪可能存在的差异 通过案例研究或调查数据 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跨文化交往中 人们对于饭桌行为的期望和评价标准可能存在的多样性 从而更好地促进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通过对饭桌礼仪的文化传承 社交意义现实适用性以及跨文化交往中的差异进行全面分析 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饭桌建人品这一说法 饭桌行为不仅仅是一种习惯 更是一种文化传统和社交技能的体现 在评估他人人品时 我们需要更加开放心态 同时也应该意识到不同文化对于饭桌行为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 以促进更加和谐的跨文化交往 很久以前在一个古老而宁静的村庄里 有一位智者名叫阿罗 他以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见解而闻名于世 村人们常说 饭桌建人品 这样吃饭的人多半不值得深交 这句谚语自古传承 但在这个村庄中 他却有着特殊的含义 有一天一位陌生的旅行者来到了这个村庄 他叫爱文一个风尘仆仆的冒险家 爱文被村中的美好风景所吸引 决定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 村人们对他的到来感到好奇 纷纷前来拜访 阿罗也得知了这位陌生人的到来 决定邀请他共进晚餐 当夜晚降临 他们在阿罗的屋里围坐一堂 美味的香气弥漫开来 桌上摆满了各色美食 从当地的特色小吃到精致的烹饪 应有尽有 爱文并没有像其他村人 一样谨慎而谦逊的品味食物 相反他随意地选取了一些食物 大口吃着有时还发出满足的杂巴声音 村人们看得出他对美食的享受 但也因为他的举止感到些许不适 饭桌上的交谈中 爱文自我介绍说他曾经游历过许多地方 尝试过各种美食 他以一种自信而有些独断的口吻 分享自己的经历 时而夸耀自己在异国的 风土人情中所表现出的洒脱 村人们听得入迷 但同时也暗自忧虑 觉得这位旅行者或许不够谦和 阿罗静静地观察着一切 他深深地理解 宴与饭桌件人品所包含的深意 在这个平凡的晚餐中 他寻找着旅行者的内心 试图看清他真实的模样 随着晚宴的结束 村人们纷纷散去 阿罗邀请爱文在明天再次共进晚餐 阿文答应了 那天夜里阿罗仍在思索 做他对这位旅行者的感觉 第二天当再次围坐在餐桌旁时 爱文并没有改变他的举止 他仍然随意取用食物 时而谈笑风生 时而陶醉于自己的冒险经历 村人们开始感到一些不满 认为他的自我表现过于张扬 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 阿罗却看到了一种深藏在爱文心底的孤独 他的豪放和张扬 并非出于傲慢 而是一种寻找认同的表达 阿罗决定深入了解这位陌生人的故事 通过慢慢的交谈 阿罗逐渐发现了爱文内心深处的渴望 他曾在陌生的土地上历尽艰辛 却寻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他的豁达和自信实际上是对生命的一种积极态度 一种在漂泊中仍能保持坚强的心灵 阿罗明白了有时候 饭桌上的行为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品质 人们各自拥有独特的背景和经历 需要用心去理解而非轻率的判断 在和爱文的深入交往中 阿罗发现这位冒险家内心的温暖和真诚 最终阿罗和爱文成了亲密的朋友 在那个古老的村庄里 人们学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 饭桌见人品确实有其道理 但有时也需要给别人一个机会 去发现他们内心深处的价值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需要用心聆听才能发现其中的珍贵 愿你每天的微笑 都因关注我而更灿烂 愿你的人生之路 因懂得处事待人之道而更坦荡 感谢您的关注 与您同行 直至永远